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来到第三个半截 星期三 今天继续有资料跟我们 在所谓LQ trading的角度 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方面股市的机遇 看看那些数据 我们继续看图表 首先 放闭之前我们就看了这个图 其实我再一点补充 如果我们11月初买入恒指 譬如是盈富基金 买入恒指 然后4月尾沽 持之以恒 每年都做 闭上眼睛 由多少年开始 1987年 1987年到现在 刚才我说 10万就会变成110多万 然后 性率高不高呢 会不会是 不是 输的比较多呢 在32年里面 有22年是正回报的 22年大概有68%左右 是正回报的 所以也是赢得多一点的 这个 所以 传统的智慧说 是有根据的 有数据 是有根据的 另一个主题 就是 11月过去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过去了 你现在说我明年做 那这样 就很不有效 对不对 其实 我们做了另外一些数据 你说 美国就是11月最好 但是香港 究竟是否只有11月这个策略呢 其他月份是没有呢 我们就看看第二张图 好 大家 看看 这张图 就是 叫做 有 系统 无二 我每逢 左边就是1月2月3月4月5月 如此类推 由1到12月 我买入去行指 接着持有6个月 究竟我得出来 又是同样的32年里面 究竟我的回报有多少呢 发现最多的回报的 不是11月 原来是2月 嗯 看到那个 NetProfer是2月 好了 2月 2月就多数是农历年 是的 2月 原来只有120多万的回报 多一点 我意思是说 2月其实也是一个好的年份 如果对比 如果我买2月 持有6个月之后 究竟是多少个月呢 2、3、4、5、6、7 即3、4、5、6、7、8 就是8月 你看到8月 是录得负数 负9万多回报 即是它 即是 即是 你印象中 10万元本蚀9万多 是的 很夸张 什么意思呢 即是 原来 每逢8月 买股票 持有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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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年最差的 是的 要入先斩 先下手打三更 先输了一截 是的 刚巧地 即是 有一个刚巧地 就是 2和8 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组合 是的 这个就是 即是我们的数据 就是告诉我们 原来有些这样的事 即是8月 整个月就输9万多 不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我8月买股票 持有6个月 是 原来 就长期都是输的 哦 OK 即是8月 直接不要买股票 是的 8月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些数据 不过 这个就未必够时间 说完 就是有一些月份 其实是 被和月 是港股的被和月 8月 应该是其中一个 五穷、六穷、七穷 那些 五穷都有上榜 五穷也有上榜 五穷也有上榜 五穷和六穷也是对的 五穷和六穷也是对的吧 五穷和六穷 即是你看到五穷和七穷和八穷 这些 七穷比五穷和八穷好多 都是负数的 就是相对来说 是的 相应 如果2月买的话 到最后说 32年内 就有20年 錄得正回报 都是六成以上 嗯 其实 也是回应我们上个礼拜说 很多数据告诉我们 也不用看得太淡 他有这样的数据 总的原因是 32年 很多事可以发生 对吧 你说特朗普很疯的 今年才有 但是特朗普之前 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件 87年到现在 对吧 所以没有 信不信由理 都是 如果我是一些很懒的投资者 相反来说 我很懒的投资者 如果我想闭上眼 什么都不管的话 我就用月份来投资 也是一个选择 是的 是一个资盲公族 是的 是一个盗牙犬 资盲公族 什么都好 是的 那你有没有现在应该怎么处呢 现在是一月 那是否等到二月才买 便会更好 现在是 其实 我上次 用PE的角度来说了 就是 一月是 差不多调整完毕的一个时间 就是数据上 要是今年一月 要是两年后的一月 也没理由两年后的一月 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其实是对的 就是现在找东西买是对的 但是找什么买呢 就是 一流去问省sir 二流去安装一下我们的聚会 那我们的聚会 那些研究报告结果都会有的 補充一点 讲多一点 上个月刷圣诞礼物 有来我们聚会就知道 圣诞礼物股那只表现不错 省sir 有没有留意 是的 都可以的 那看看我们有没有农历新年 礼物股呢 在农历新年之前或者之后 搞的聚会都可以 有啊 真的有啊 我们做了研究报告出来的 真的有研究的礼物出来的 是吧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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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亡之中抽空和我们 讲一些数据出来的 是 那也都呢 那我们继续回答一些朋友提出的问题 好吗 好啊 那我们先看看一些问题 是 你继续吧 我先换回你的目击 那就是 那就是 VNG Law 就很简单的一个 简单的问 388 想不想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货 但是 它这样直接不离 问想不想 我想才不知道买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也是问这一只 很受欢迎 388 其实就 大家都知道 最新的一个消息 是 美国的 Morgan Stanley 加上和很多 就是 證券商 就联合搞一个 交易所 是 那美国已经有13个交易所 那他们就是想挑战 最大的三个交易所 那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 那个收费贵 不够比较 是的 那他们本身 Morgan Stanley 也有很足够的经验 做那些所谓的黑池 和提供一些 布架系统 譬如说 现时的布架系统 是很贵的 收得很贵 他就认为 要被人持续 有这些 是可以提供很便宜的 数据 那他们就联合搞出来 提供了7千万美金 是作为 最新资金 就是准备 开多一个交易所 那问题在这里 既然这个已经成为事实 那我就 首先不要说一个图表 字 是在说这个 港交所 大家都知道 本身港交所 是一向来说 都有这个独家 在香港买卖股票的 是 香港任何东西都叫做黑 譬如你旗子 在交易所以外 就叫做黑期 是的 总之港交所 是黑池那些 在外国可以 在香港不行 总之你经过 黑池 都要经最后 投注下去 都是在港交所上 这样就可以 如果不是全部是非法的 是 但是呢 曾经何时 这件事 已经成为港交所 就是万应零丹 股价一跌 就会想起了 因为大家记忆 从新的香港政府 曾经 进来港交所 买5% 是 因为是主权 是 就不怕别人收购 所以就放下去 是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港交所本身政府 是成为单一大股东 是 所以理论上 是会维护它的利益 以及不会被人收购 所以 港交所当时 由几元 但上到高位300元 其实都是由于这些背景的因素 是 但是 直至到最近 目前 2018 大家都记得 中国证监批准了CDR 是 就是由 China Depository Receipt 就是 本身外国也有ADR 是 但是 这些CDR 是由内地的政业市场上市的 即是说它不需要经港交所上 是 其实已经是令到港交所那段时间插得很厉害 即是说 其实 所谓你独家买卖 以前就由英国政府容许你这样做 是 现在来说 真的要靠阿爷祝福 是 阿爷不祝福你 你搞不到 所以已经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再加上 我正在说 美国方面有这样的出现情况 是 即是说这是一个潮流 是 潮流就是说 现在全球都不流行 就是垄断式 是报价 或者是收费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 无论是股票经纪行 或者是地产经纪 都没有那支高 或是规定的钱 以前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很久 那些买卖地产是6%佣的 哇 那么多 那就是要 没得谈过 都6% 两边6%是否很发达 即是6%两边 但是呢 最后都不可以 合法的 是 是 你可以提出 别人的业主 反华制 那就是谈的 因为任何垄断式 都是违反这个竞争法 所以 已经不会存在 所以 其实我觉得 港交所这种机制 不准人进入 现在甚至乎 我经常都说 刚才不是说的 是222 223 但是这两只股票 其实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由于它 不可以 是 知道 究竟它是 Premium at a premium 或者at a discount 和它资产正值 的股价 就是因为它没有 real time 报价 没有real time 报价的理由 因为报价 机商 就是说 很贵的 100多元 给一个资讯 因为贵 就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港交所收他们的问题 是 因为它宁愿 不给那百多元 所以所有散户 买日 222 都不可以知道 它有多少 discount 所以 这件事 已经是妨碍了 资讯 不对称 大户就有 这些理由 所以 我就觉得 在理念上 如果 港交所已经 充分反映自己的好处 但是 未反映这些 全世界的潮流 现在这个时候 走到这些位置 真的要小心 因为始终 和刚才我看的那些 差不多了 都是形成了一个双顶 更要是一个下降通道 不是一个上升 主要是大体下降通道 这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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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升通道 是在说四天 四天很快都知道 是什么事 那 说实话 现在 夜期都开了 仍然有六十几点的升幅 即是说 在超买 超买里面 仍然可以继续升 但是 如果以图表 和概念来说 我对港交所买不过 反而 是在后位 做其权的long put 才有点 我自己认为 没有long put 因为 通常看淡都是两种 是long put 要是sell call 但sell call 如果你没有货 你分钟要接货 所以最稳定 就是 你没有货 都可以long put 之后 当它跌了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买回 直证股 那就便宜了 主要long put 的作用就是 你先跌了后 赚了一段钱 即是以战养战 到位置才买 不过暂时 我就不看到 港交所现在是直博率高 那么我继续 就是这么长 回答了朋友的问题 主要都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值得提出 Peter Chong 就问941 941 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就是早前大牛市 就是去年的1月底 就是高位之前 出之前那几个月 其实港交所是 sorry 这个941是动都不动的 但是呢 这段时间的港交所 中移动就动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看回图 跟刚才那个大 主要就是这个通道是横行 然后就变成为一个上升通道 是 再一个急的上升通道 就是说 在941来说 跟刚才的港交所 是主力是一个下降通道 而扭转一个小型的上升通道 分别很大 因为它已经累积了 就是在弱者货留 弱者货留 弱者货留 才可以形成这个上升通道 现在来到这里 似乎就有点阻力 在这里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它一直有成交支持 而且它走先的市 市未升的时候 你看到OBV是在抽上去 即是收集不是派发的 那么 V0%R曾经很大部分时间 都在-20以上 现在最近是沉了些 都回到上升 所以整体来说 941这只股票 就趁它调整 买入是比买港交所好 两种比较来说 吉利 吉利是怎么看的 吉利是炸还是固 吉利是不需要看的图 都知道 昨天跌11% 今天是弹8% 其实很大程度 是由于 大家知道它的背景 什麽人持有它的股票 主要都是阿爺方面的人配合 但是真正的跌市 就是由于它的销售量 是跌得很急的 而且整体四车业 都不会有什麽突破 所以我觉得 如果即以不非 就曾经说过 如果你相信那是好的理由 你会持有到直至到 那个理由不再充分 你才会放弃 例如它可一可落 它在这边银到现在 为什麽呢 因为从来都未见过百事可乐 赢了可乐 如果有只要有百事可乐 销售量是比可乐 好 它便会放弃 因为这个故事 不再正确 所以如果来说 说回吉利 本来没有这个所谓的中国方面 又被美国逼它放宽 车进去的障碍 限制 它没有让它放弃 它其实都可以 是跑赢了那些中国车 但是现在来说 就会变得没什么好处 一夜之间 又被人重复掉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急跌后的反弹 今天反弹了8% 只要是市升 亦都看到这个市 其实是很急于 是由 看到那些跌得急的 都去补仓 是多过整件事 是说选择它的升浪 所以在整体的升浪 来到265这些都要调一调整 可能才会再上272 即是我是对 又上272是有信心的 是 但是都一早说明 今早大致标题都说265 就没有讲 是再高点位的理由 都要经一个轮 调整也不出奇 是 那七八八升原味 七八八是那些好像什么铁塔 是 是 是 看一看 是 看一看 七八八这些股票 就是 我就觉得我不太懂得看 就说这个数是5G概念 所以 941也是靠5G概念 抽了上去 又由这个公用股 变成为5G概念股 包括联通那些都是 但是 铁塔就是由这些联通 中信和941拆出来的电纜 即是那些发射台 就变成为他有足够自己的盈利能力 但是现在来说吹得很大 就是5G 但是我觉得 反过来 其实你怎样看5G 是说美国怎样看中国 他不知道 如果他继续封闸 你不可能 就是觉得在中国 就要靠自己的力量 已经搞定了他未来的盈利前景 所以我觉得仍然是 相顶的互虑 不是那么看好 好 最后 小米可留底 小米可否留底 小米呢 小米是多少个号 我先看看 一时盛利 我再看看成交量 我就知道 因为我一向都比较认 这些东西是一般的 有了 1810 今天来说 他看到 是一枝阴烛跌下去 主要的理由 因为 由今天开始 小米上市之后 那些禁售 可以出了 三亿股可以出来 所以 那些人就走 但是 管理层 雷军 主席就出来说 个人保证 365日内 不会出售 一股 小米的 照计好事 连雷军都不卖的时候 但是 其他人可以卖 不就是他赚 即是说 大家都知道 他上市之后 可能 竟然要撇章 800亿 因为 以前那些 Venture Capitalist 是将股本 重组 重组 成功上市 将那些负责 给了 一些散户 所以散户 其实是 很害怕 一早未到今天 已经散户 未散户 那些 看到今天 雷军出来说 都没有帮助 就继续走 所以这些股票 你怎样可以 在这个时候买 即 未去到最残的时候 你都不敢买 因为现在都未算残 大家知道 的意义就是 雷军说 365日内 不卖 即是说 366日後 可以卖 但是这一年 如果是横行 你都走不脱的时候 你到时才买 你便更加挫抵 所以那些人寧願 早走早走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 这个 说来说去 同股不同权这些 这些 小米也好 这个 美团 点评也好 都是类似这些 所以我们就看到 其实连美国都出来说 开交易所 不满意其他那些 甚至乎有些是专做 同股不同权的 这个交易所 都不是用这些主流 即是用便宜 所以整体全世界的主流 都是为了散户利益着想 不是说剝削它 是为它的利益着想 所以来到这里 有机会 散户利益 是更加没有办法 可以维护的 这些股票 不要斗 我们今天也时间差不多了 超级了一点 看看质量有没有 终极的一个 根据给大家 在什么 你那些 elgo system 不能看得太淡 这次和上次都是这样说的 上次有PE这个数据 这次就是 原来 最后是香港 2月都有入围 这个是不能看得太淡 还有今年也是 希望跟我们看得一样 好的 好事 我们先说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多谢大家收看 多谢志良 谢谢 拜拜